好家伙 荒野独居英国版他终于来了 这一期里 不仅有浓眉大眼的金发大美女 还有酒精沙场的求生大佬 同样是十个人 同样是带时间装备 只要待到最后 一百万美金拿到你手软 选手个个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精彩程度那是无精彩上周杰伦 简直就是精彩杰伦呀 什么小刀砍牦牛 单手钓大鱼 在这里都算是小意思 来来来 狠狠给我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里是位于加拿大最靠近北极的荒野 由于接近地球的最北极 每个人刚开局就穿上了厚厚的大眉袄 在这里大黑熊 美洲豹 大狮子遍地都是 毫不夸张地说 这集的十位选手 几乎都能分到几头小可爱做邻居 选手们沿着河里分别被投放到了目的地 从此刻开始 危险 饥饿 寒冷 将成为他们在这里的主要难题 废话不多说 精彩马上开始 马上有请第一位登场的大宝贝 这个穿着瑜伽裤的金发大美女 刚下飞机就失去了方向感 此时的她盖头摸脸就是摸不着北 可没想到镜头一闪 竟然是个浓眉大眼的金发美女 这要是再来一波身材展示 我敢打包票 这一季的收视率绝对飙升 这里遍地都是黑熊精的脚印 奥米娜似乎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现在她只会一头往林子里钻 希望能尽快找到一块能搭窝的地方 看来天下的女人都一样 只有房子才能给她们安全感 可越往深处走去 地上的大脚印就越多 看样子不像是上期大佬留下来的 附近的树木全都是被折断的痕迹 就这么大的一只脚 要是给奥米娜来上一巴掌 估计她得哭很久吧 奥米娜掐指一算 就知道这是一条瘦岛 动物们日常都会经过这里去喝水 年仅26岁的奥米娜 是一位英国时装秀的设计师 目前离婚还带有六个小幼崽 荒野求生经验可以说几乎为零 来参加挑战的目的 纯属是接着求生的名义过来减肥的 奥米娜扛着腹头在林这里到处窜 现在急需一位荒野大帅哥 来跟她搭伙过日子 树林里时不时就会传来一声怪叫 我才不是哪只大黑熊在求偶吧 这位戴着安全帽的妹子叫爱丽丝 作为一个专业宅女 搭个窝宅起来是她的首要任务 她很快就找到了适合搭建庇护所的地方 虽然周围四处荒凉杂草丛生 但妹子有胆子在这种地方安家 求生实力就绝对不容小觑 这不刚转头就听见了恐怖的怪声 这位妹子胆子也是真的大 竟然还敢沿着声音的方向去看一看 要是突然窜出一头黑熊精来 那现在站在这的估计就是个灵魂了 但不得不说爱丽丝也算是个大美女 我很期待接下来她会带来什么大十度的福利 因为当场的男同志叫鲁斯 她跟妹子的求生理念并不同 鲁斯刚上场就是探索周围的环境 而妹子只想着搭窝造娃过日子 这里的水就跟臭水沟里的差不多 相信就算煮开了也很难喝 妹子们都在搭建庇护所了 这个大哥还在周围四处逛 28岁的鲁斯 是个年轻的小鲜肉 从小一直就在欧洲生活 28年了 从来没到过如此荒凉的野外 说白了她就是一个求生小菜鸡 刚下飞机还没十分钟 她就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 那就先休息她个两小时再做打算 好家伙 荒野求生玩得那么随意的你还是第一个 镜头来到迈克这边 刚下飞机她也在探索着周围的环境 在这里她并不期待什么汤姆猫和小杰瑞 毕竟这里是加拿大丛林 她能碰上的只会是黑熊精和猎豹 反正自己带了大铁锅 一顿吃不完那就分几顿吃 49岁的迈克是一名物价 手工活那是嘎嘎强 搭建庇护所对她来说 那是闭着眼都行 这片区域很空旷 是个搭建屋子的好地方 为了避开野兽的袭击 她决定给自己搞一个悬空吊架房 先不说她能不能造出来 就凭她这牛逼吹得那么响 在这求生大佬的眼力 荒野求生就跟小孩版泥沙一样简单 如果可以 她能在这待到节目组破产都行 算了两个小时扎草堆 奥米娜终于找到了搭建庇护所的地方 虽然看起来和刚才的没根本区别 在这种荒野丛林里 她可不希望上演什么美女与野兽 可下一秒就开始妩媚了起来 就这一个动作 你死我千八百观众都没问题 一些心术不正的观众 肯定以为她情维迷离了 但其实她只是口渴了想喝水而已 她赶到河边正打算倡议一番时 却无意看到了地上的一排脚印 抬头一看 远处湖里还有一头陀鲁在洗澡 要是求生大佬在 这小陀鲁今天耶稣都留她不住 我说的 幸亏她遇到的是个金发妹 奥米娜只能在岸上 看着湖里的陀鲁流口水 其他的事情什么也干不了 迈克这边已经在忙着砍木头了 她秉承着想致富先撸树的生存理念 首要任务就是先搞个庇护所 迈克已经放下狠话 她在这里不仅要吃得好还要住得好 这里恶劣的环境才是她最大的对手 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 只要有木头她就能创作世界 这妥妥的一个光头墙呀 但迈克今天应该是还没有刷牙 不然口气也不会那么大 但不出意外的话就出意外了 就在她砍伐木头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刺激给砍了 她的小腿被斧头砍了个大口子 看来不缝个几针怕是糟不住了 开局才四个小时 节目组的飞机都还没回到家 没想到这么快又要上班了 刚刚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倒霉 医生给迈克做了简单的包扎 本以为他还能带伤活上几奇 没想到他却申请退赛了 好家伙 刚开局四个小时就退赛 这伙该不是打着求生的名义 过来免费坐飞机的吧 迈克也成了荒野独居史上 最快退出的男人 真是丢脸丢到了英国 节目组考虑到开局才四个小时 从人数上可以看出 节目组很快又找来了一位替补选手 接下来又出场了一个金发妹子 这位老卑鄙叫皮特 今年刚好四十七 刚到这里已经快天黑了 他要赶紧把庇护所造出来才行 爱丽丝还没有选好宅基地 反而在丛林里越走越深了 地上黑熊的痕迹也越来越明显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然而其他的选手也开始搭起了帐篷 这里的夜晚非常恐怖 林子里到处都是野生动物 要是没有防护措施 很可能一觉醒来 全身就剩下个灵魂了 往两棵树中间挂条绳 再用防水布往上面一铺 两边再用木头压住 一个简单快捷的临时庇护所就做好了 鲁丝这边的庇护所已经完工 还在旁边升起了火堆 生存三要素已经极其完毕 目前鲁丝的进度处于遥遥领先状态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他只需安心搞食物就行 他也是唯一一个带有弓箭的选手 在丛林狩猎获取食物这方面 鲁丝已是遥遥领先其他选手 姑且忽略他能不能打到猎物来试 总之手上有弓箭 就等于有了5G 反正就是遥遥领先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拿着弓箭向丛林伸出走去 希望能抓几只小松鸡回去炖汤喝 鲁丝非常渴望赢得这次挑战 因为他总觉得钱不够用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感觉 同时他也想来这证明自己的实力 话都还没说完 他就发现了狐狸有两只野鸭子 马上拿出弓箭准备射击 射偏了90度 盗嘴的鸭子也飞了 射出去的箭头也暴飞了 好家伙 这不真是亏到差点要吐血 鲁丝坐在岸边不停地口吐芬芳 就刚刚那两只鸭子 要是自己箭头再瞄准个90度 说不定鲁丝现在都在吃烤鸭了 现在太阳已经完全下山了 这个男人还在湖边闲逛看风景 就连个庇护所的位置都还没找到 这个小伙子叫齐安 今年才19岁 作为荒野独居史上年龄最小的参赛者 他的操作我真的有点看不懂 为了能看到明天湖边的日出 齐安选择直接在湖边搭建庇护所 晚上大部分野兽都会来到河边喝水 在河边搭窝无意是在送命 齐安自己也表示 自己在野外待过最久的时间 不是几周也不是几天 而是几个小时 好家伙 我懂了 原来是富家子过来体验生活的 湖里的水可不能直接喝 不想死的话就得生火烧水 此时所有的选手都进入了生火环节 有了火不仅可以烧水取暖 晚上还能抵御以外的大型野兽 但野外生活哪会那么简单 即便他们有了打火时 妹子们手皮都磨破了 也没搞出火来 每个妹子都在大展神通 可见能力相差了几个太平洋那么远 有的妹子甚至都没脾气了 好在他们大多都把火生了起来 有了火第一时间就是煮水喝 一娃这边就一直生火失败 仅仅生火这一关 就差点把她整崩溃了 这个年仅24岁的小姑娘 来到荒野的第一天 她就感受到了无比的绝望 加拿大的荒野丛林 晚上的群狼野兽都会变得非常疯狂 一娃此时比任何人都要相信光 选手们看着庇护所外面黑乎乎的一片 就有种半夜窜入乱坟岗的感觉 妹子们都怕得要死 可求生大佬们甚至连个帐篷都没有搭 直接躺在地上烤火堆 入夜后 周围的狼群开始嚎叫 这时选手们来到挑战荒野的第一晚 他们多多少少都显得有点不习惯 奥米娜白天看着还挺漂亮 到了晚上怎么就变小嘴了呢 果然上了庄的女人 往往都是个猪头 我对这一季的美女 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 突然庇护所外出现了一头大黑熊 我想应该不是过来看美美女睡觉的 妹子赶紧手指武器 随时准备反抗 挑战来到了第二天 场上还剩十位选手 幸运的是所有选手都熬过了第一晚 虽然睡得瑟瑟发抖 但明强也能睡着 皮皮一早醒来就吐槽说 隔壁的老鼠昨晚开了一晚party 吵到他根本睡不着 而且周围靠近湖边有很多蚊子 劳伦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煮个咖啡提神 虽然看起来很浑浊 但当早餐来喝还是很不错的 昨晚是奥米娜过的最恐怖的一夜 她的庇护所附近出现了黑熊 为了自身的安全 她想到的并不是把家搬到安全的地方 而是打算建造一个木屋庇护所 好家伙 这女人的脑回路 我真的难以理解 二话不说开始砍木造房子 可就在她专心搭建庇护所的时候 远处又传来了不可描述的怪声 她知道那不是帅哥的呼唤 同时她还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 不得不说这妹子的胆子还真不小 庇护所搭建起来也干净利劳 就这搭建技术我能给满分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第二天每个选手都在忙着搭建庇护所 想要空间够大的就搭建三角结构 想要密闭的就搭建锥形结构 似乎并不顺利 她搭建的庇护所框架摇摇晃晃的 根本没办法稳定下来 她也很纳闷 明明老师教的就是这样做的 怎么自己上手做效果就不一样了呢 她并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有没有看懂的老哥给她指点一二呢 看出问题的请在评论区告知一下 这妹子确实有点呆头呆脑的 就这两节小木棍做成的叉子 还要放一根那么大的树干做横梁 一个框架她搞了大半天都没成功 隔着屏幕我都在替她着急 最后庇护所直接放弃了 来到河边开始怪罪以外教练骗了她 生存能力要是这么差的话 我劝你还是早点提通跑路好一点 镜头来到了艾伦这边 一大早睡醒肚子就开始打起鼓来 这情况通常不是想拉西就是真饿了 她并不像其他选手那样 大星早起来就想着完善庇护所 而是脑子里想着如何搞食物 她来到丛林里到处寻找蛋白质 希望能抓只野鸡回去当早餐 最后转了一大圈没收获 艾伦又盯上了松树上的树皮 这些内皮稀释是可以食用的 切成小片吃下去还有健美消食的作用 但小伙伴们可别轻易尝试 我帮你们试过了 吃完后躺在夜里 能看见奥特曼 伊娃到现在依然没能把火升起来 到此为止她已经一天一夜没喝水了 再这样下去 她也不知道自己还能熬多久 对着镜头她发现了毒誓 要是今天没把火升出来 她就表演个道理拉屎给大家看 她含着泪在岸边摩擦了大半天 自己差点都把自己给感动了 就在她快要放弃的时候 火源终于被她搞出来了 妹子把父母上帝和耶稣都感谢了一遍 还以为又要退赛了呢 在这一刻她又觉得自己可以了 有了火终于喝上了热水 虽然还是很难喝但非常解渴 鲁斯一早又回到岸边探索 昨天走丢了两只鸭子 她一时耿耿于怀 希望小鸭子能够再飞回来 现在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鲁斯希望能在这找到点食物来填肚子 一看湖边长着一大片香蒲 她把香蒲收集起来 带回庇护所里直接扔进锅里中 只要煮的火候够大 就没什么吃不了的 闻起来还有种土豆泥的味道 赶紧拿起来一口 这东西也太难吃了 差点把鲁斯的老命给送走 闻起来像土豆 吃起来味道像抽水沟 齐安现在都还没找到搭建庇护所的地方 走着走着还发现了一坨大黑熊的粪便 从外观上看晶莹剔透很有食欲 她终于找到了一片比较空旷的区域 当即就决定在这里搭建庇护所 马上抡起斧头砍树造房子 可木头还没砍几根 却把齐安类的腰都直了 就这样的干活速度和体质 要是搭建成一个庇护所 估计能把她累死 刚坐下歇了一会 又听到了远处的怪叫声 这让她感到非常害怕 但刚来第二天又不好意思说退赛 只能对着镜头说 自己还能凹几天 奥米娜这边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她来到湖边决定洗个冷水澡 在丛林里看见这种身材 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美女果然名不虚传 该看的不该看的 我全都帮大家看了 这里的水很冰凉而且很湍急 奥米娜只是下水泡了个脚就上来了 四手五入也算是洗了个澡吧 艾伦这边在考虑着搬家问题 这里一眼看去全都是杂草树木 闭着眼都知道大型野兽肯定少不了 绕着树林兜兜转转了一大圈 最茂密的地方搭建庇护所 好家伙 你这是嫌这里的熊不够多吗 非要选个熊窝来造房子 刚洗完澡的奥米娜 回到了庇护所 也不知道是化了妆还是用了美颜 这样看起来变得更漂亮了 皮皮这边在家里做了一天啥都没做 显然有时一个求生修心选手 挑战很快又来到了夜里 所有的选手神经又开始绷紧起来 屋外郎的怪叫声没停过 时间来到半夜 庇护所外似乎来了个大型不速之客 他们吓得在庇护所里瑟瑟发抖 甚至连个屁都不敢放 真怕他们一觉睡醒就剩个灵魂了 几片美女求生像开了挂一样强 野生小松鼠出门没看黄历 一不小心就成了大佬的盘中餐 荒野烤肉天天吃到腻 还打造了荒野豪华庇护所 选手们全凭真实力在求生 熬到最后的一个还能拿到100万美金 来来来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挑战来到了第三天 场上还剩下10位选手 汤姆一大早就在吐槽自己的庇护所漏风 昨晚就跟睡在停尸柜里一样 即便旁边就是火堆 但一点用都没有 奥米娜表示昨晚睡得还不错 四手五入也算睡了好几个小时 果然有了家的女人睡觉 都有了安全感 皮皮大早就煮了一锅云山树茶来喝 老baby果然很懂得养生 喝完茶后 皮皮来到野外开始探索周围 在地上看到了一排野兽的脚印 根据脚印的大小可以断定 这并非是什么黑熊的脚印 而是更加灵活凶残的野狼留下的 这可玩毒死了 家里有着奢侈的生活放得不过 脑子发热来这里凑什么热闹 要是在这被野狼糟蹋了 家里那群嗷嗷带补的小咸肉可怎么办 齐安傅家子一觉睡到十点多才起床 昨晚庇护所周围发出了巨大的怪叫声 早上起来一看 附近的树枝几乎全被折断了 没猜错的话 昨晚应该是两头大黑熊在打架斗殴 吵到这个傅家子也都没睡好 这一切让他感到非常后怕和焦虑 家里老爸还有几个一生意 等着回去继承呢 要是在这里栽跟头就亏大了 齐安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探险家 话都还没说完 一根树枝都能把你撂倒 安琪表示这里的荒野 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难 真的太难了 这家伙印象中的荒野 该不会是自家的后花园吧 他在湖边不停地踱步 想着找个什么理由退赛好一点 就这样的心理素质 还想当探险家 估计探险家里的厕所都能把他给淹死 他在湖边想了很久 那退赛的冲动欲望越来越强烈了 他对这镜头屁话说了很多 他表示来这挑战并不是为了领奖金 而是那种奢侈的生活 早就已经过腻 体验完生活已是时候退出了 说完就掏出电话呼叫节目组 这傅家子果然是来打酱油的 啥技能都还没展示 在荒野饿了两天就要喊着回去了 退出时感言还说在这里收获巨大 还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段经历 这老哥给我整无语了 愣是没看出他收获了什么东西 估计回家吃两天烤鸡就黑熊长什么样了 场上还剩下九名选手 贾伟德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吃早餐 周围的姜果多得实在令人发誓 他贪婪的把熟头的姜果全部打包带走 这才第三天 贾伟德就感觉饿得快不行了 即便这里有很多姜果 但吃再多也不觉得饱 想靠这些野果拿冠军根本不可能 只有打猎才是可持续发展之计 奥米娜一大早也在周围觅食 同样也发现了地上的大片姜果 为了安全起线 奥米娜把果皮蓄掉后才敢食用 但剩下的果肉只有手指般大小 吃了就跟没吃差不多 艾伦懒洋洋地从这个南北通透的手瓜棚中醒来 对着镜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饿了 他的庇护所周围也有很多姜果 二十年临夜经历的经验告诉他 收集这些小姜果 纯属是在浪费体力 显然地上这些小东西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 他摸着脑瓜放下狠话 在这里一定要抓头黑熊来尝一尝 但转眼他就拔起了一颗野草看了看 最后在树林里兜了几圈 但找来找去还是姜果最好吃 他拿着袋子就在附近收起了姜果 还在地上发现了一坨巨型窝里给 用斧头扒开一看 里面还冒着新鲜热气的 估计这坨粪便的主人就在附近 鲁斯这边大早就拿着弓箭出门狩猎了 来挑战前 所有人都经过了狩猎训练 但敢带上弓箭参加挑战的只有鲁斯一个人 这也就说明除了鲁斯外 其他选手几乎完全没有狩猎的能力 要是鲁斯能凭借弓箭搞到一头野猪 那他的胜率就会成倍增加 这期来的都是荒野小菜鸡 鲁斯稍微一用力很可能拿冠军 转了一圈后 他发现地上长着很多地洞 旁边还听到了小松鼠的叫声 一抬头果然发现树上有只松鼠在晒太阳 鲁斯拿着弓箭慢慢靠近 争取能来个一发入魂 射是射中了 但箭头把松鼠扎在了树上 鲁斯直接拉起大锯 把整棵树都砍了 但树倒后松鼠又不知道掉哪里去了 四周都找遍了都没发现猎物的身影 好家伙 到嘴边的肉这都能飞 直接把鲁斯气的差点要吐血 实在太饿了 今天只能简单吃点将果对付一下 剩下的选手将果树叶都藏了个遍 我就那么了 这些菜鸟选手都选了什么装备 估计除了狩猎工具 其他的洗发水沐浴露他们都带了吧 现在选手们都面临着食物匮乏的问题 这里满地都是蛋白质 他们却一个个都饿得前胸贴后背的 不说他们是来求生的 我还以为是在参加什么减肥集训旅呢 劳拉准备到湖边钓鱼 他们没带狩猎工具 那么河流就是获取蛋白质的唯一途径 刚想夸这选手懂怎找食物了 但看到他的钓鱼技术后 我差点没笑出声来 鱼狗没有鱼饵就算了 到底是这妹子太天真还是水利的鱼太傻 九位选手都是带了鱼网作为生存工具 一把这边也准备开始捕鱼了 对于荒野小赛机来说 用鱼网抓鱼比弓箭打猎更加简单 但能不能网到鱼 就要靠老天爷赏饭吃了 奥米娜目前是过得最舒适的选手 她的庇护所早已搭建完毕 接下来就是专心搞食物就行 但我没想到的是 人家都带了现成的鱼网过来 奥米娜竟然选择了自己手工编织 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有现成的鱼网不但非要自己手工编织 难道这妹子织的网会自带魔法属性吗 再看看一把带来的鱼网 就像一次性似的 我一开始真的小看这个金发妹了 这位大美女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个花瓶呢 没想到动手能力那么好 在织网之余 她还告诉了我们一个秘密 她说自己读大学最后一年 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让她感到非常惊讶 好家伙 难道外国妹子生娃不需要爸爸的吗 看来外国的妹子 那是真open 足足搞了一上午 奥米娜的鱼网也差不多完工了 甚至还给鱼网搞了个重力锤 这能让鱼网的一段沉落水中避免位移 艾伦这边也在自己织鱼网 这群小赛鸡慢慢开始展示求生技能了 刚开局看着我都怕他们活不过五天 但现在他们慢慢的开始刷新了我的认知 他们陆陆续续把鱼网放入河中 接下来能不能有收获就要看运气了 皮皮这边还在寻找宅基地 我就搞不懂了 一个庇护所的选址 难道他打算找个CBD区域来搭建吗 艾丽丝这边已经把营地完善的差不多了 现在只需把木头树搭在帐篷上就行 这样能有效加强手刮棚的稳定性 艾丽丝对于野外搭建很有经验 她能模仿虫子和蚂蚁搭窝的方式 来建造庇护所 那大家猜猜这次搭建的房子像个什么 这期的妹子都很强 难道在暗示我们本期冠军是个妹子吗 毕竟妹子比男人更难挨饿 鲁丝这边已经饿到在抓蚂蚁吃了 至于味道如何 看他这副高潮的表情 就知道还不错 还说自己一顿能吃上千只蚂蚁 说白了就是吃了就跟没吃差不多 实在还很饿 他又拿起弓箭向丛林里走去 但慢慢没想到是 就在草地里他捡到了之前那只走多的松鼠 这运气真是小母牛坐飞机牛逼上天了 这只松鼠也是鲁丝的第一个猎物 虽然松鼠块头不大 但今晚做晚餐勉强也是够了 赶紧拿回家生火干饭 鲁丝很庆幸自己能带上弓箭打猎 就凭他的能力 在荒野里吃香喝辣绝对不成问题 松鼠包皮后直接放在锅上烤 一口下去 嘎嘣脆鸡肉味 这红烧松鼠肉真的是人间一瘸 满口的鼠肉在嘴里流香 每块肉都在挑动着唇齿间的每一个味蕾 就在这一刻 鲁丝感觉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要是每天都能来说这么一顿烤肉 鲁丝绝对能在这待到不想回家 最后他把松鼠吃得连骨头都没剩 其他选手就没有鲁丝那么幸运了 劳拉在岸边钓鱼搞了半天都没收获 最后还把鱼线给搞断了 他本以为努力就会有结果 但万万没想到 钓鱼差点让他万劫不复 奥米娜这边的鱼王也是空落落的 失败的打击让他躲在庇护锁里觉得很丢脸 他在幻想着其他选手正在大鱼大肉 而自己却在荒野里饿到胃痛 劳拉这边同样在等待着上天钓鲜饼 他在猜测别的选手肯定吃上了大好鱼 反观自己却连隔屁都还没吃上 这样一想 差点就有了退赛的冲动 丛林里野狼成群黑熊也很多 皮皮正在制造一把长毛当武器 万一自己遭到袭击 有把武器在山总会安全很多 挑战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丛林周围又传来了一阵阵怪叫声 奥米娜拳着被子在营地里 屁都不敢放一个 每个选手晚上都在煎熬 劳拉的庇护所是南北通透的 这种造型既不饱难也不是很安全 看着两头黑漆漆的一片 那感觉就跟半夜闯入了乱葬岗差不多 每天晚上这种感觉都要经历一遍 挑战来到了第四天 奥米娜昨晚备下的夜尿都不敢放 一大早对着镜头说自己想退赛了 寒冷饥饿 还有恐惧 时刻都伴随在他身边 皮皮这边也是一夜没睡好 今天他想给自己放一天假来调整状态 说白了就是想在营地里再躺一天 汤姆这几天一直都在砍木头 今天他打算换个方向努力 因为砍木头真的太累了 他决定用木头做个钓鱼工具 这是他手把手做的木头卷线轴 接下来就是制作路亚杆上的假鱼儿 可我万万都没想到的是 这个幼儿会来得如此简单粗暴 简直是把水利的鱼当傻逼 马上开始甩起鱼线准备钓鱼 一顿操作猛如虎 定睛一看原来是个二百五 一条鱼毛都没钓到 反而鱼线全都让他弄乱了 要是这样都能钓到鱼 估计耶稣都要来凑热闹了 这鱼线乱得真的玩不动 汤姆记得一屁股坐在石头上思考人生 劳拉昨晚没睡好 现在都还躺着在摆烂 昨晚狼群在附近开party 吓得他一夜都不敢闭眼睛 南北通拓的庇护所防御能力几乎为零 他决定重新打造一个带防御属性的庇护所 但他造的框架依然是扭扭捏捏的 难道他们就不知道三角星最稳吗 想了大半天又拆了 才把三角架做出来 就这支架几乎用尽了他的毕生所学 那么难搞的工程完工了 这当然要狠狠哭一场 不然观众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不人意 鲁斯这边刚把松鼠吃完 浑身充满了能量 感觉已经满血复活 他趁着精力充沛的时候 赶紧到树林里拒木头准备造房子 每根木头轻则几十斤重则根本扛不动 但看他这建筑规模 怕是要在这造个荒野别墅出来 大哥你只是吃了吃松鼠而已 突然这么卖力的干活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吃了吃大黑熊呢 忙了大半天连一面墙都没做好 就算做好了却又塌了 这把鲁斯直接整无语了 发完脾气只好借着继续干活 话都还没说完 谁知再次迎来新一轮塌方 我真的服了这些烂木头 表面上是想玩死鲁斯 实际上是想笑死我 干活大半天 啥也没做成 却又到了生活干饭的时候 把剩下的树头就是晚餐 总之把松鼠能吃的部分都煮来吃 就连骨头渣也吞下肚 至于能不能消化 那就是为的是了 最后松鼠头被他啃的肉渣都不剩 甚至连头骨都炖了几锅汤来喝 挑战时间来到了第五天 奥米娜大早就到附近寻找蛋白质 突然一阵臭味扑面而来直冲天灵盖 原来地上躺着一具发臭了的动物尸体 这让他顿感不妙 因为这意味着周围可能有大型野兽出没 时间来到了晚上 奥米娜感觉更加害怕了 庇护所周围还传来一阵脚步声 外面的要不是孤魂仪鬼 那肯定是大黑熊了 以上哪一个都不是奥米娜想看到的 其他选手情况也好不了哪去 所有人都得打起12分精神来 不然很可能灵魂跟肉身就只能选一个了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六天 艾伦的鱼网现在还是个半成品 人家奥米娜的鱼网都在水里泡了两天 大家都在求生 怎么差别就那么大呢 直了两天网现在手都废了 此时他真想叫上几个技师 来上一条龙服务 我说老哥你求生就不能专心点吗 老拉一直在庇护所里摆烂 其实他一想找点乐子打发时间 我真怀疑这妹子又想造木头玩具了 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 艾伦在河边晒太阳时 无意中在岸边发现一个巨型头骨 目测是某种大年鱼留下的 骨头上还残留着密密麻麻的倒钩牙齿 这骨头甚至比艾伦的头还要大 汤姆这几天一直在河边钓鱼 但技术貌似不太行 水里的鱼不停地在咬钩 可不管怎么拉鱼线就是拉不回来 皮皮这才开始搭建庇护所 即便现在已经饿到前胸贴后背了 但并不影响他每天来到河里泡龙水澡 至于身材如何我帮你们看了 只能说这老baby真辣眼睛 老拉这边基本没有任何变化 每天都要哭一场来证明他有多不容易 前几天就打算改造庇护所了 但至今都还是个三脚架 好家伙 这种神仙选手一口一个我要夺冠 就这样的求生实力 节目组不如直接把奖金给他拿回家算了 挑战时间来到第八天 爱丽丝早上一直都有喝咖啡的习惯 旁边还晾着昨晚换下来的小内裤 据说这能震宅驱血 反正骚气比狐狸的更强烈 没有食物 他每天都靠喝开水冲击 我真的怀疑他是打着荒野求生的名义 过来减肥的 对于这种荒野求生神仙选手 我真怕他把天天吃肉的选手都熬退赛了 艾伦大早就来到湖边准备钓鱼 看到河对面竟然埋伏着一头大黑熊 好在是在对面 不然就这头小可爱就能直接让他退赛 镜头一转 老拉这边就拿起电话喊着要退赛了 庇护所的框架早已经搭好 可下一步该怎么做他就不知道了 他来到这里躺了好几天 现在既想家又想老公和孩子 反正荒野生活也体验过了 现在也是时候退出比赛回家了 这些菜鸟选手不是一般的菜 过来一个星期就哭了五天 就这点能力还来参加什么生存挑战 此时场上还剩下八名求生大佬 奥米娜一直都很积极的在求生 周围的树木几乎都被他砍光了 他利用三天世界造了个庇护所 现在又要打造一个木床来睡觉 皮皮这边也在打造庇护所了 虽然几天过去了 只是搞了个框架出来 每天晚上对他来说都是个折磨 现在决心造庇护所估计都是被逼的 伊娃每天都会去检查他的鱼网 他很期待能抓到一条大鱼来吃 但每次捞网时都是空军收场 汤姆这边钓鱼也不顺利 每次钓鱼总是脱钩钓不起来 他的信心因此遭到了暴击 贾韦德也在镜头前钓鱼 但同样没有任何收获 他认为整天空军就是在浪费时间 鲁斯自从吃了吃松鼠后 整个人都开始变得激积起来 日常不是在砍木头造房子 就是拿着弓箭外出碰运器 这时天空出现一群大雁飞过 这意味着冬天很快就要来临 这里的食物就会变得更加紧张 挑战难度也提升到另一个等级 鲁斯这几天一直都在搭建自己的庇护所 虽然进度非常慢 但为迎接冬天 他的时间还算充裕 空闲下来就想想家里的女朋友 艾伦钓鱼没收获 现在又想换个方向获取蛋白质 他来到丛林里制作陷阱抓小动物 一口气在树林里搞了十几个陷阱 这样能有效加大捕获的成功率 接下来 这些荒野小赛鸡还会遇到什么事情呢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点个赞 我们接着期待下一期节目吧 好家伙 荒野烤鱼烤肉我见多了 但荒野烤妹子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若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就是老铁们最喜欢看的部分了 除此之外 他们还吃上了荒野烤鸭肉 甚至还钓上了十几斤的缩子鱼 美女们各个实力都嘎嘎强 不仅住上了豪华大笔树 还在野外都实现了烤肉自速餐 上级选手们吃上了肥美多汁的烤松树 生存节奏也慢慢地走上了正轨 来来来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挑战来到了第八天 场上还剩下八位求生大佬 一大早爱丽丝就想给自己来个深度净化 懒得煮热水洗澡 她打算给自己来个法式烟熏SPA 把松针放在火堆上做烟熏材料 然后直接脱掉衣服进行干洗 最后直接干脆趴在火堆上来的炭火烤妹子 能不能去屋我不知道 但消除虎丑绝对有疗效 好家伙 幸亏躲得快 不然差点把夜毛都一把火烧没了 汤姆今天也准备去钓鱼来吃 为此 她还搞了个蜻蜓当诱饵 接下来就看鱼儿喜不喜欢吃了 汤姆揣着希望往河里抛下鱼线 三十年的钓鱼经验告诉她 这片水域的大鱼肯定多到吃不完 但很可惜最终她连条鱼毛都没钓到 时间来到了第九天 汤姆天还没亮就起床了 这时候天色才刚刚泛起一丝朝霞 她认为早上的鱼儿更容易咬钩 已经连饿了九天时间 今天说什么也要搞条蛋白质回去尝尝 话都还没说完 水域的鱼儿就赶着咬钩了 可刚要提起来时却又脱了钩 不过没关系 这是个好的开始 虽然没成功把鱼脱上来 但这对于饿了好几天的汤姆来说 所提升的士气绝对是巨大的 果不其然 就在太阳刚升起的时候 她的鱼竿再次迎来了大动静 吸取上次的教训 这次她学精了 趁鱼儿不注意 直接一把僵鱼拖到了岸上 接着抡起棒锤直接跟她讲道理 挤锤下去 鱼儿终于是妥协了 一条鸡筋重的缩子鱼直接到手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很快一锅香喷喷的鱼肉就出炉了 鲜来一块鱼奶结血馋 肥美多汁的鱼肉在嘴里口屎流香 我的天呀 这绝对是最正宗的鱼香味了 汤姆成为了本季第一个吃上鱼肉的选手 鲁斯今天已打算到河边钓鱼 用吃上的松鼠内脏做诱饵 打开袋子的瞬间 一阵臭味之冲天灵盖 这种诱饵说能钓起条鲨鱼来我都信 鲁斯还特意搞了条鱼竿来钓鱼 虽然很简陋 但用起了还顺手 相比其他选手的棒锤鱼竿 鲁斯这根鱼竿简直好太多了 希望这次他能把大鱼扯上来吧 话都还没说完 鲁斯的鱼线就有鱼咬钩了 但用力一拉 鱼还没上岸就脱钩了 真是倒霉给倒霉开门 倒霉到家了 这把鲁斯系的嘴上不停地口头芬芳 鱼儿的牙齿每次都会割断鱼线 看来想吃到鱼 鲁斯的钓鱼技术还有待提高 艾伦大早就潜入了丛林深处 就为了能吃上一口热乎的蛋白质 可麻绳专挑细处断 厄运专找苦命人 对 你没猜错 这个大老族分不清东西南北迷路了 即便头顶这个大太阳 他也找不着北 患有轻微四壁症让他记忆力很差 现在又累又饿还出现了脱水的症状 艾伦武这脸祈祷耶稣能拉他一把 找没找到蛋白质已经不重要 现在他只要能喝上一口水就行 鲁斯刚起床就在感叹裤头长胖了 腰带已经拉到最后一切 但自己的小蛮腰 还是hold不住这宽松的裤头 这是老腰出了鬼 还是裤头披了叉 比赛这才进行到第九天 选手们都在展示各自的减肥成绩 艾伦这边也饿成了梦想中的身材 他来这里减肥非常成功 但这可是荒野挑战 瘦得太快可不是件什么好事 毕竟比起那十万英镑奖金 艾伦还是想胖一点比较稳妥 贾伟德也在镜头前起没弄眼的 他也感觉自己变得苗头帅气了很多 自从上次钓鱼脱钩后 鲁斯一直认为是鱼线太小惹的货 所以这次钓鱼 他先给鱼竿上了三炷香 接着抱着鱼竿祈祷起来 画面一转 鲁斯来到岸边开始大展拳脚 没想到开关过的鱼竿果然有用 转眼水利鱼就赶着咬沟了 这次鲁斯选择慢慢拉着鱼线 黄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把鱼搞到手了 至此鲁斯成为了第二个钓到鱼的选手 这把他高兴地仰天长笑起来 把鱼肉均匀地放在铁锅上煎一煎 很快一锅香喷喷的鲜鱼肉就出炉了 直接来上一块鱼肉尝尝 哦 我的天呀 这绝对是美味的鲜鱼肉 肥美的鱼香挑逗着嘴里每一个味蕾 在这一刻鲁斯感觉整个人都要爆发了 就这样的伙食 别说坚持一个月 就算带个一年半载都不成问题 人饿着就只有一个烦恼 可吃饱喝足后就会有无数忧愁 鲁斯想起了曾经的悲痛往事 一场车祸让他的大腿断了六节 在医院躺着完了八个月游戏才被救回 那时他感觉一切都被老天爷夺走了 回到庇护所后 他抓了一只牛屎虫来当宠物 也不问虫子愿不愿意 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星期物 一把鱼网一直抓不到鱼 这次他决定采用工具收集河里的蛋白质 沙子里藏着大量的隔离 这可是不可多得的人间美味 可万万没想到 捞上来的却都是空贝壳 在河里寻摸了大半天 大屁股都被河水弄湿透了 愣是一个可食用的贝壳都摸不到 按照惯例一把来到河边检查鱼网 他在路上就祈祷着鱼网能有收获 大老远就发现水里有动静 走近一看才发现 鱼网鱼毛没抓到 却网到了一只野鸭子 这让他非常激动 站在岸边感慨了几个小时 平复情绪后才把鸭子从水里捞起来 这只鸭子足足有几斤重 足够一把一顿吃到撑出屎了 这婆娘在发什么神经 这个时候还在哭个毛线呀 再不生火干饭鸭子都要活过来了 赶紧脱去鸭子的羽绒服 再顺手来个开膛破肚 把里面的内脏全部掏出来一锅炖 剩下的鸭肉足够一把吃好几天了 所有的鸭肉直接放进锅里炖 看看这肥美的鸭腿肉 我隔着屏幕看着都干了好几碗白米饭 先来个酱香鸭腿尝一尝 一口下去 肉香浓郁回味无穷 无任何添加剂 这是最正宗的鸭肉味 就这个小鸭腿 一把直接吃出了高潮的感觉 奥米娜来着一直都在吃浆果 什么烤肉蛋白质闻都没闻过 现在谁只要给她一条鱼 她就能带着挖一起嫁给谁 现在是加拿大鱼猎产卵的季节 也是麦肯齐河里最多鱼的时候 要是捕鱼方法用对了 选手实现烤鱼自助餐根本不是梦 奥米娜按照惯例来到河边检查鱼网 兴奋地捞上来一看 很可惜又是没收获的一天 更不幸的是鱼网还破了个大洞 爱丽丝这边也在造鱼竿准备钓鱼 虽然她也有多年的钓鱼经验 但她的这个鱼竿 我实在不敢恭维 就算随便搞条树枝当鱼竿 我敢说都比她手上的这个傍尘好百倍 但不管黑毛白猫 钓到鱼就是好猫 鱼竿不再好 能钓到鱼就是神兵利器 可就在她抛肝钓鱼的那一刻 我这算明白了 前面说有多少年钓鱼经验都是骗人的 搞了大半天一条鱼毛没钓着不说 鱼狗还把大腿给扎伤了 好不容易才甩出出一杆子 鱼狗诱饵都没有就学人家玩路呀 这是觉得自己太聪明 还是觉得鱼儿太傻逼 隔壁选手都在寻找蛋白质 可怜的艾伦还在林子里迷路找方向 此时她的情况非常不容恶观 身体严重脱水才是最致命的 别人荒野求生师来拍素材 看来这次搞不好 她是要玩真的了 找不到方向只能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窜 好在最后她终于找到了河流 从获新生的艾伦嘴里不停地感谢耶稣 最后还在岸边发起了神经 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家 今天又是毫无收获的一天 整天时间都浪费在了迷路这件事上 大口喝一杯水 今天就算自己吃过东西了吧 反正这期大家都是小菜鸡 少吃一两顿差距也不会太大 作为最相信上天会掉馅饼的选手 爱丽丝终于认情了自己目前的情况 她笑着问老天爷能不能送条鱼过来让她解解馋 时间来到了晚上一直顺风顺水的奥米娜 现在也在庇护所里饿得摄摄发抖着 其他选手也好不到哪里去 要问现在他们是什么感受 问了就是饿到屎都拉不出的感觉 爱丽丝这边刚也吃了顿大餐 只不过别人的大餐是在锅里 而她的大餐却在梦里 但爱丽丝根本不会在意这种细节 反正自己享受过了就行 同样在做梦的还有艾伦 她梦见自己同时跟八个女人在结婚 但最开心的一刻 却是自己婚宴吃喜的时候 皮皮一大早就起来准备搬家 这个老baby换窝就跟换衣服一样 平均一级就要换一个庇护所 来到新的营地后 把防水布往上移铺 直接拎包入住 虽然依然是个南北通透的户型 但看起来好歹是个木质庇护所 大家都在抓鱼搞实物 但贾伟德这祸却在搞特殊 他放弃了抓鱼的方式获取蛋白质 乘着棍子来到树林里 这片区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洞穴 掐指一算就知道 下面的野位肯定少不了 贾伟德决定在附近设置陷阱 希望能抓到几只蛋白质回去尝一尝 就在做陷阱的时候 突然发现远处一只不知死活的松鸡 正盯着刺激 一向很拽的贾伟德 肯定淹不下这口气 拿起棍子就想过去跟松鸡讲道理 可下一秒 好家伙 野鸡没捞到还被打一棒 皮皮这边也正制作陷阱捕猎 他已经饿了好几天 如果再不射入蛋白质 很可能下个退赛的选手就是他 他做的是一个原始捕鸟器 希望能抓到一只大野鸡来吃 把制作好的陷阱安放到附近 接下来能不能抓到野鸡就看道具组了 奥米娜在狩猎这方面经验几乎为零 她只能靠着收集香果来维持生活 在附近扯了几根野草仔 这些草子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 吃之前只需放在火上烤几分钟 就这么两个烤串串 奥米娜吃起来比烤肉还要香 唯一不好的就是有点卡喉咙 爱丽丝这边还在捣过着鱼钩的尺寸 她认为钓不到鱼是因为鱼钩太大了 换了个小号鱼钩继续上阵 爱丽丝钓了二十几年鱼 从来没试过如此的失败过 此时她非常渴望能钓到一条鱼 可岸边上烤鱼的篝火都准备好了 爱丽丝在河边都怀疑人生了 愣是一条小鱼毛都没咬钩 挑战时间来到了第十天 皮皮从开局到现在 都没尝过蛋白质的滋味 拖着虚弱的身子去检查陷阱 可靠近一看机关都没有触发 里面的诱饵却不见了 这里的松鸡多道都在营地了跑来跑去的 可自己就是一只都抓不到 谁叫她宁愿带化妆品都不带弓箭 饿死大家也不用可怜她 欢迎回来观看爱伦的荒野爱恶记 她都已经忘记蛋白质的味道了 地上的老铁锅已经秀气斑斑 爱伦又回到河边准备碰碰运气 好家伙 鱼毛没抓到还弄了一身骚 这换作谁多少都有点接受不了 与此同时爱丽丝的鱼钩也传来了好消息 她的鱼钩终于有鱼咬钩了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鱼儿瘦成了250 别人上钩的都是大鱼 爱丽丝却钓上了一条小鱼毛 但鱼再小都没关系 因为这条鱼给了爱丽丝最大的决心和勇气 今晚注定是她吃香喝辣的一夜 挑战来到了第11天 目前就奥米娜还没有搞到食物吃 虽然她拥有了豪华庇护所 但没有食物来源也不是办法 现在的天气逐渐变冷 要是再这样下去 奥米娜也不知道自己还能熬多久 难 真的太难了 即便没有收获 她也要每天来岸边检查鱼网 不料这次鱼网终于有了收获 一条几斤重的大鱼成功到手 这条鱼的个头比较大 足够奥米娜一连吃上好几天了 高端的食材只需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饿了十几天的奥米娜 这顿鱼肉对她来说绝对是个大诱惑 一口下去满口流油 鲜嫩的鱼肉简直好吃到停不下来 直接把奥米娜感动的哭了起来 吃饱喝醋后 妹子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艾伦昨晚梦见了自己拉了很多大便 这难道暗示着什么好兆头 她马上拿起鱼线来到湖边准备钓鱼 果不其然鱼儿马上就赶着上钩了 艾伦也成功钓到了一条大鱼 这条鱼让她觉得冠军她又行了 好家伙 要不吃大家都不吃 要吃全员集体都有的吃 难道这是节目组的定时投胃吗 废话不多说 马上回到庇护所生火干饭 烤鱼肉的香味瞬间弥漫了整个荒野 艾伦已经迫不及待想来上一口了 先捧起鱼头尝一尝 恩好吃是好吃 但好像还没熟 鲁丝这边又钓起了一条大鱼 直接在营地里开启了个人party 妹子荒野求生来大姨妈了怎么办 这位金发美女手把手教你怎么处理 先用姨妈内裤煮一锅开水 然后一口气把水闷完就能解决 好家伙 原来热水包之百病果然没骗我 比赛来到了白热化阶段 选手们不仅住上了豪华庇护所 还吃上了十几斤的烤鱼肉 丛林里的松鼠也抓了不少来吃 这样的荒野求生 给你一百万奖金 上集说到大部分选手都吃上了烤鱼肉 只有贾伟德还在设陷阱抓松鼠 其中过得最舒服的是鲁丝 鱼肉多到半夜开party在蹦迪 挑战时间来到了第12天 场上还剩8名求生大佬 艾伦吃饱了就拿着大刀在发神经 昨天吃了肥美的烤鱼肉 今天就像打了鸡血 根本消停不下来 吃饱喝足后那就是努力干活 他计划要搭建一个永久庇护所 于是揣着嘚瑟的心情 在附近锯木头 可还没聚上10分钟 转眼又在旁边耍起了帅来 就这样庇护所地基都还没搞出来 他又坐在一旁虚的喊着太累了 庇护所可以慢慢造 但是鱼必须每天都得钓 现在所有的选手都靠着捕鱼为生 艾伦自从昨天上鱼后 今天钓鱼就变得更加有经验了 刚来没多久 又一条大鱼轻松到手 又是一条十几斤的大货 要是省着点吃 足够他吃上一个星期了 目前奥米娜的老巢做得最漂亮 昨天他也抓到了鱼 解决了十几天以来的温饱问题 可今天他却来大姨妈了 这可不是件有趣的事情 搞得本可以三天一换的内裤 现在都不够穿了 一大早奥米娜就来到湖边洗内裤 他很怕姨妈被会引来大黑熊 以至于奥米娜都不敢到处跑 就连内裤都要用开水煮过去行才行 我想评论区的小伙伴 不会有人想着拿来泡茶喝吧 鲁斯昨晚刚开完酒肉party 今天大早起床自我感觉非常好 所以选手中就他手上欲最多 储备粮充足 内心肯定他是很多 他是目前过得最舒适的选手 目前救赎他的储备粮最多 简单吃了个鱼肉早餐后 他决定到湖里洗个冷水澡 反正林子里就他一个人 大白天的撅着屁股到处走也没关系 吃饱喝足后又来了把姜果当开胃菜 可转眼他又发现了个坏消息 这是一坨新鲜冒热气的粪便 用手指抠出来尝了尝 这味道明显不属于自己的 那就意味着周围有大型野兽触摸 环顾一遍四周 赶紧脚下抹油溜了再说 毕竟自己现在连条内裤都没穿 皮皮起床后就来到河边闲逛 看见成群野鸭子了那一刻 老实说他口水都差点流出来了 贾伟德刚从睡袋里醒来 昨晚是他来这睡的最好的一夜 因为附近的黑熊已经进入冬眠 没有熊周围就安静了许多 要不是一泡尿把他憋醒了 他没准能一觉睡到大天黑都可以 大早起床又拉了泡素便 然后用苔藓盖着用火烘干 没猜错的话 这家伙是打算留着晚上吃 在树林里寻摸了半天 找到了个鸟蛋 只是破得已经不成样子 饥饿让让他失去理智 甚至想把这个恶臭的蛋蛋都一口闷了 好在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冲动 为了忘记饥饿 他选择来到附近剧木收集柴火 在他身上我完全看不出事无忧虑的感觉 一口气就收集到了成堆木头 过程中连一口水都没喝过 我真的怀疑这老家伙 是打着求生的名义过来饿死后骗保险的 爱丽丝现在肚子咕咕响又罢工了 昨天他钓到的十条小鱼 这种鱼 他说他还能吃十条 意思就是吃了就跟没吃差不多 爱丽丝又回到湖边尝试钓鱼 生存食物的压力越来越大 要是再这样下去 他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退赛了 饥饿让他根本无法提起精神 因此他的信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到了傍晚 爱丽丝又来检查鱼网 怀着开盲盒的心情走近一看 没想到鱼网又抓到了一条鱼 爱丽丝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上次钓的小鱼毛不够塞牙缝 现在终于抓到一条大的 这条鱼至少有五斤网上 马上拿回到庇护所生活干饭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饪 把鱼肉切成两大块 直接扔到铁锅里煎至两面金黄即可 整个荒野都弥漫着浓郁的鱼香味 今晚注定又是吃到成初时的一夜 奥美娜一直处于大姨妈状态 连灌了几杯热水才感觉好一点 半夜时分 庇护所周围又传来了怪叫声 估计是大黑熊寻着姨妈姐找了过来 定睛一看 屋外果然有头大黑熊走过 奥美娜被吓得在庇护所里 连个屁都不敢放 时间来到第13天 奥美娜被吓得一夜都不敢睡 她认为那头熊缠她身子了 这话听起来很自恋 实际上是不要恋 今天她要收集木头来加固庇护所 昨晚的黑熊让她感到很危险 也许只有不断地加固庇护所 才能给到她足够的安全感 这妹子干得多吃得少 她喝白开水也能补充蛋白质 奥美娜准备给营地打造一扇木门 有了这扇门 庇护所就成了封闭性的了 奥美娜晚上在里面跳脱衣物都不怕 更别说夜里的几只大黑熊了 一番操作搞了大半天 木门已经做好 面对即将来临的冬天 一个完美的庇护所 是生存的关键 她给庇护所造了个火炉和木床 无外的还挂上了小花做装饰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在布置婚房呢 看到我都想搬过来和她住了 奥美娜还用苔藓将缝隙补上 这样就不怕冬天在庇护所里 河西北风了 艾伦每天都会来到湖边钓鱼 目前这是她唯一的食物来源 她的运气已是一天比一天好 镜头一转 她就钓到条十几斤的大鱼 就这大块头 一看就是到今晚又是 吃到成初时的一夜 赶紧提鱼回去生火干饭 好家伙 艾伦直接整了一大锅大杂烩 就算这鱼是高端食材 你他妈的 这烹饪方式也太朴素了吧 剩下的鱼肉直接放在上面烟熏保存 虽然肉不多 但艾伦这波操作 绝对是逆风翻盘 目前制作烟熏鱼肉的只有艾伦和鲁斯 有了鱼肉艾伦觉得自己又可以了 但看到他这锅大杂烩 耶稣来了都直摇头 我瞬间就有了想劝他退赛的冲动了 为了生存 艾伦最后也是吃的渣豆没剩 所有选手生存节奏都趋于安稳 鲁斯每天都会来到湖边打水喝 无聊时还会对着摄像机说几句废话 伊娃自从吃了顿烤鸭 到现在为止又饿了三天 艾伦起床后在庇护锁里蹦迪 这些就是选什么日常的正常行为 皮皮为了防熊也是费尽了心思 他在树林里找到两个啤酒瓶 只要将其用绳子绑起来 最后挂在树上即可 一个防熊报警器就做好了 只要大风一吹过 两个瓶子就会相撞发出响声 从而下退黑熊使其不敢靠近 这装置也不能说没有用 只能说一点用都没有 鲁斯刚起床就在地上挖呀挖呀挖 原来他把剩下的鱼肉全埋地下保存了 目的就是防止引来野兽投吃 挖出来一看鱼肉还很新鲜 但烟熏保存菜是荒野肉类长久之际 先把鱼肉拿到河边清洗干净 鱼肉看起来还非常有光泽 直接把鱼头鱼尾炖了一锅汤 这鱼肉好吃得根本停不下来 鱼器放在嘴里一吸 那种爆制的感觉直冲天灵盖 最后鲁斯吃的连鱼骨头都没剩 吃饱喝醋后 鲁斯开始制作烟熏鱼肉 木架上还挂着几十斤鱼肉 鲁斯接下来十天半个月的伙食都不用愁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这小伙子应该是提前进入决赛圈了 镜头一转 汤姆也给自己造了个小木屋 至于什么时候造的视频没说 看到这小屋的模样 连我都想放弃城市的喧嚣 然后去跟他住上几天了 汤姆现在万事具备制限食物 要是拥有足够的蛋白质 他绝对有跟鲁斯掰一掰手腕的资本 伊瓦也忙着展示自己的帐篷 近看就是个防水布和一个睡袋 下面还铺满了木头当床垫 可远看明明就跟个焚尸路差不多 伊瓦表示 不会再建造木屋庇护所 因为这妹子认为 那就是在浪费卡路里 就这样能够救过 不能够就提同跑路 有了肉能吃饱 鲁斯也逐渐开始重视庇护所了 斧头巨子他都抡得嘎嘎响 因为他有足够的蛋白质可以试 但他闲下来时也会发神经 他搞了一根带尖刺的木片 再用木炭灰加水或成稀泥 原来这家伙打算给自己搓个纹身 可我看了大半天都没看懂 他画的是什么鬼 伊瓦这边天空已经泛起乌云密布 一场大暴雨即将来临 狂风暴雨是最考验庇护所的时候 这时候谁的庇护所做得好 谁就能安稳地睡大觉 至于头顶只有一块防水布的人 则在刮棚内被吓得瑟瑟发抖 晚上周围树木都在疯狂蹦迪 树下的选手都在提心吊胆 奥米娜只是打了个哈欠又睡了 伊瓦这边却整夜蹲着随时跑路 终于来到了14天 选手们惊魂一夜夜终于过去 爱丽丝昨晚除了听到风声还有狼嚎 这把他吓得一夜屁都不放 鲁斯大早起床 门口烟熏肉还在 但周围的树木都倒了很多 这就是他搬家前营地的位置 但他发现了个好消息 周围出现很多松鼠出来觅食 鲁斯决定设置些陷阱来获取蛋白质 好家伙 松鼠们怕是这辈子都想不到 都他妈躲进大森林了 这都逃不掉人类社会的套路 镜头一转 几个小时过去 鲁斯又回到陷阱处检查 万万没想到 他的套索那么快就迎来了收获 而且一连抓到了两只松鼠 这小伙子荒野求生 算是让他完明白了 家里的鱼肉都还没吃完 现在又整了两只小松鼠 目前就他手上的储备粮最多了 但即便有如此出众的优势 鲁斯也逃不掉内心的供需和孤独的折磨 他在这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寂寞 伊娃的庇护所就是个防水部 好在他把家安在了两棵大树之间 不然这枚子昨晚就得翻白眼了 但迎接接下来的冬天 他这个庇护所要是都能拿冠军 我直播吃键盘给你们看 目前过得最惨的就是这老头 全世界都开荤了 就他连蛋白质的胃都还没闻过 贾伟德在湖边拼命的钓鱼 可他这里的鱼比较机灵 总是吃完鱼饵后 还把他的鱼钩咬断 简直把贾伟德气得要吐血 钓鱼直接把他整得都怀疑人生了 有人饿肚子 就有人撑出时 艾伦在营地吃着肥美的梭子鱼 目前他的储备粮 完全够他再熬个十天半个月 奥米娜虽然手上的蛋白质并不多 但他有个天然优势就是 和白开水都能补充蛋白质 还有个几乎完美的庇护所 这种神仙选手 往往能把一众求生大佬都握走 现在他也打算洗个烟熏枣 这样他大姨妈的味道 才不会那么浓郁 还以为他已要脱衣服干洗呢 我眼睛都冻出血了 没想到这婆娘竟然在忽悠我 皮皮今天出现了喉咙痛的症状 他搞了一锅松枝茶来喝 据说一口闷下去 就会有神奇的力量 没想到差点把他原地带走 皮皮也算是个佛系求生选手 自从钓到鱼吃后 就一只猫在庇护所里发呆 这婆娘只要还不饿 就绝对不会去钓鱼 这样的选手很难撑到最后 奥米娜目前感觉良好 可刚说完就啪啪被打脸了 屋外又传来了阵阵脚步声 原来是一头黑熊 寻着姨妈为找了过来 时间来到了第15天 奥米娜大早来到湖边看日出 皮皮则来到岸边搭水漂 奇怪的是 他们都没有选择钓鱼 难道他们真的能吃一顿饿三天吗 皮皮回到庇护所直接哭了一场 表示自己想老公和孩子了 结果一哭就停不下来了 最后拿起电话呼叫节目组退赛 皮皮已经很努力的在生存了 但人生就是这样 往往竭尽全力后 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也许他现在离开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毕竟就他这状态 熬出响眼不可能拿冠军 还不如早点回家抱着孩子热炕头 希望他经过这次挑战后 别没事脑出来挑战什么荒野求生了 目前场上还剩7名求生大佬 剩下的选手目前过得都还不错 除了伊娃这妹子庇护所差了点 其他人都慢慢走上了正轨 每个人一有空就在完善庇护所 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艾伦可能吃的鱼太多了 肚子出现了胀痛不舒服 就算坐着不动连环屁都放个不停 贾伟德这边还在钓鱼 可是一时连条小鱼毛都没钓到 这直接把他搞到怀疑人生了 我以为他只是运气差 没想到他简直就是倒霉 鲁丝这边虽然顿顿都有肉吃 但吃饱后的人就是适多 孤独和寂寞正在慢慢的侵蚀着他的斗志 就在他制作工具的时候 还把手指给弄伤了 这下次就更加懵逼了 难道这又在暗示我们 一代强者要坠落了吗 简单包扎后 鲁丝的情绪越来越糟糕 如果给你一百万 你觉得你能在野外熬到第几天 这群荒野选手有的开局没熬过三小时 有的却玩得根本不想回家 有人三天饿九顿四天受饰金 有人却天天大鱼大肉饱到成猪时 晚上还开起了荒野单身party 就问这种荒野求生你喜不喜欢 来来来 赶紧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挑战已经来到了第16天 场上还剩7名求生大佬 奥米娜感觉昨晚像睡在停尸柜里一样 除了头脑发热以外 脖子以下几乎全是冰凉的 但来了大姨妈 热水就得时刻准备着 看来加拿大的冬天 可不是开玩笑的 汤姆起床发现铁锅里结出了一层冰块 这说明冬天已经悄然来临 屋外的植物也患上了新皮肤 到时候厂商的蛋白质将会少得可怜 也意味着生存难度将会大大升起 按照惯例来到河里检查鱼网 这里河水的水位明显将低了很多 这样鱼儿就会游到更深的水域去 因此用鱼网抓鱼的难度就会变得更大 既然抓不到鱼 那就进山找找野位 很快他就发现了树上的松鸡 但没有弓箭已是很无奈 现在汤姆后悔选装被使没带弓箭了 汤姆就地取材现场做了个木棍套锁 要是这样都被他空手套白狼的话 估计整个松鸡家族都没脸在这片林子里混了 还是早点回家洗洗睡吧 梦里啥都有 伊娃的庇护所说白了就是个防水部 天气变冷了就他感觉最强烈 天空中的候鸟成群飞过 伊娃感叹自己手上没有猎枪 要不然高低都得搞几只来尝尝 野外的僵果也开始变得干瘪起来 如果真正的冬天来临 这些僵果食物将不复存在 爱丽丝大早就来到丛林里寻找食物 她感觉自己的体重正在明显下降 湖里的鱼网一直都空军没收获 开局十几天了 四十五入也才吃了一条鱼 这想不受都很难 现在虚弱的又困又累还很饿 就连站着船口大气都站不稳 艾伦一大早又发起了神经 这家伙我看是吃饱了撑着 发完神经后又拿着棍子来到附近撬蚂蚁巢 他想着抓些蚂蚁来当开胃菜 虽然不抵饿 但至少能片片肚子 贾伦德大早就对着吃松鼠在大喊大叫 像是祈求着松鼠能跳下来让他咬两口 目前所有选手中 就他还没吃上肉 唯一能获取蛋白质的鱼网一直都没收获 就连庇护所也还没有搭建好 开局只靠吃香果熬到现在 麻绳专挑戏除断 厄运只找苦命人 他吃香果还出现了全身过敏的症状 整个后背都出了一层红茧子 贾伦德感觉肌肉已经开始缩水 就连双腿都开始站不稳当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熬多久 一边饿得发慌 另一边饱得盛出石 鲁斯把尼坑里鱼肉挖出来准备大吃一顿 剩下的七个人力 鲁斯算是这条街最亮的仔 不仅有豪华的木屋庇护所 手上还有吃不完的大鱼大肉 所有选手中就他选了弓箭过来参加挑战 抓鱼和打猎两不 他每天都能吃上一大锅蛋白质 要是不出意外 就凭他现在这条件 妥妥的本赛季MVP总冠军 吃饱喝足后就给自己整活 他把门口的树枝全都砍了下来 经过一番修整后 门前的视野瞬间被打开了 他的庇护所也升级成了豪华湖警房 鲁斯还给自己打造了个真切牌坊 上面雕刻的是他各个女朋友的名字 其中最爱的妹子叫格里斯 好家伙知道的他是在荒野求生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开妓院呢 鲁斯掏出众多女友的大合照 开始伤感起来 认为是他以前对不起大家 鲁斯还在镜头前展示了现任女朋友 细看之后发现还不如前面几人好看 直接把他给整落泪了 鲁斯现在只想退赛回家找婆娘 他捧起手机犹豫了很久 回家找妹子还是继续比赛领取100万 这两个选择让他感到很头疼 惊虫上脑的鲁斯最终选择了前者 好家伙 比赛带女朋友的照片来干嘛 果然瑟瑟头上一把刀 我没想到的是 这一刀能把鲁斯100万奖金都砍掉了 多少参赛者因为一张照片放弃了百万奖金 鲁斯也没能逃过这个诅咒 一个最有希望夺冠的选手 一转眼就退赛回家了 看到我内心着实狂躁郁闷 一个吃饱后想退赛 另一个吃饱了就发神经 艾伦和鲁斯的生活态度截然不同 鲁斯退出后 艾伦就成了本赛季最有潜力的选手 但急剧降降的气温让她感到很担忧 掐指一算就知道今晚又是个难熬的夜 奥米娜还算是个正常的妹子 她一整天都在忙着完善庇护所 除了没什么食物之外 奥米娜根本没空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艾伦斯今天打算在庇护所里建造个火炉 再给庇护所造个烟囱出来 这样一来就算脱光躺在屋里都不觉得冷 但我真怕这妹子会一把火把营地给点了 汤姆也正打算给自己的手刮棚搞个壁炉 她在岸边收集了大量石头扛回营地 这把她累得差点要了老命 她猜猜今晚会变得更暗 作为饿了大半个月的选手 汤姆目前的心态还算不错 除了没有食物之外 其他一切都稳如老狗 她发现屋里的老鼠正在开party 这又是一道高端的食材 汤姆计划着明天做个陷阱送他们上七天 别人都在升级改造庇护所 伊娜这妹子并不打算升级她的营地 她认为在珠穆朗马峰的人都能住帐篷 这里的冬天再冷算的锤子 听她这么一说 我顿时也觉得挺有道理的 反正她宁愿睡大觉 也不懒得去砍木头 因为那样实在太累了 她来到湖边等着上天钓馅饼 此时她非常想得到一条鱼 到底有多想 反正想到口水都从眼角里流了出来 人家来这是荒野求生的 这个妹子来这是修仙妒解的 我真的怀疑这酱油选手是节目组抓来凑数的 开局到现在基本每天哭一场 要是哭鼻子能得到蛋白质 这妹子绝对是妥妥的本赛季MVP 挑战来到了第17天 早上屋外的冰霜更重了 铁锅和盖子已经完全被冻住 今天汤姆要造个捕鼠陷阱来抓老鼠 两根木头做支撑 上面再压一块大石头 一个闻风脏胆的落石陷阱就做好了 只要老鼠过来一碰 瞬间就会被压成鼠片 接下来就是等待老鼠送货上门了 爱丽丝这几天一直都在挨了 天气变冷了根本钓不到鱼 她来到湖边检查鱼网 幸运的是鱼网还在 不幸的是河里把鱼网都咬破了 就连城网的木头都被咬成了渣渣 今天注定又是饿出翔的一天 这妹子但凡想着搞个鱼钩去钓鱼 都不至于整天坐在岸边混日子 现在场上还剩六名求生大佬 艾伦前期一直狗着发鱼 后面钓到大鱼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她现在整天想的都是如何获取更多食物 现在湖水退潮水位很浅 她打算到水里找一些一辈来吃 现在的气温在三度左右 艾伦穿着裤衩顶着冰凉的湖水下河 一阵凉意又脚底直冲天灵盖 但这家伙也是倒霉到家了 好家伙 一个一辈都没摸到 下河还被划伤了脚 时间来到了第十九天 他们每天肯将果搞到牙齿都发黑了 奥米娜也快饿出翔了 就这样时间犹如白马过系的流逝 其他人都快饿得扛不住了 只有艾伦还在庇护所里发神经 就在第二十一天的时候 艾丽丝已经饿得多懒得动了 她从来没试过这么饿过 艾伦的庇护所里老鼠一直在开party 之前做的陷阱连毛都没抓到 冬天的日子来得很快 贾伟的一早就掏出了手机 她在这里是过得最惨的一位选手 而且这几天里 纯靠吃香果熬到现在 甚至连蛋白质的味道闻都没闻过 难 真的太难了 现在退出还算她有点自知之明 不然我真的有理由怀疑 她是过来饿死后骗保险的 最终贾伟的很快就坐上了回家的快艇 场上还剩五名求生大佬 奥美娜一大早就在镜头前泪流满面 原来今天是她第三个儿子的生日 我都无语了 难道一百万奖金真的没有生日香吗 镜头一转 奥美娜又调整好状态 开始干活 艾伦刚起床在调整她那灵暗的发型 正所谓头可断发型不可乱 这在艾伦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庇护所周围满地都是肥美的松鸡 要是手上有把猎枪 这些小鸡毛肯定就不会那么嚣张了 现在松鸡在眼前晃来晃去 艾伦看着流口水就是吃不到 这也许就是杀人诛心的最高境界了吧 艾伦最后实在忍不了了 她决定制作捕鸟笼搞几只松鸡来尝尝 捕鸟笼的最终成品长这样 小伙伴们赶紧点个赞给艾伦一些鼓励吧 这要是都能抓到鸡 我把鸡给吃了 奥米娜在岸边已经情绪失控 她认为今天是最可怕的一天 她能忍受饥饿寒冷和孤独 但绝对不能忍受离开她的儿子 美女我求你别哭了 你儿子更需要一百万奖金来娶老婆 而不是你回去整天催她写作业 节目组允许每个选手自带一张照片参加挑战 有了照片选手就会难以抵御孤独 我正怀疑这是节目组给选手设置的陷阱 因为美琪一没看照片 看着看着就退赛的实在太多了 奥米娜顺手给照片搞了个原始相框 这样看去还是挺有感觉的 把相框挂在庇护梭里 确保每天睡醒第一眼就能看到宝贝儿子 汤姆这边突然听到捕鼠神器被触发了 打开一看 一只新鲜肥美的薯片 早已等候多时了 这让汤姆感觉这是上天的恩赐 因为今天终于能吃上肉了 吃完这只老鼠 很可能汤姆顺利地走进决赛圈了 这只老鼠价值是一百万 这是汤姆吃过最贵的老鼠肉 每一口下去都满嘴漏油口齿流香 必须连骨头都得吃完 艾伦在庇护梭里 躺着听到了声音 他推测时松击陷阱被触发了 赶紧出门查看陷阱收获 毫无意外 陷阱就连鸡毛都没抓到 我就那么了 现在是冬天又不是世界末日 你们怎么就不去合理尝试地钓条鱼呢 此时艾伦内心瞬间有种退赛的冲动涌上天灵盖 吃完大雨后他已经好几天没碰蛋白质了 一娃这边更惨 这个妹子简直是饿到了极致 现在满脑子都是沃尔玛里的秘枝烤鸡 一不经意 口水又从眼角里飙了出来 最终他掏出了手机选择了退赛 这妹子简直是接着求生的名义过来减肥的 既然达到了自己想要的身材 就没有太多必要继续留在这里挨饿了 现在场上还剩四名求生大佬 突然节目组的一通短信 打破了大家的宁静 众人打开手机一看 原来是通知场上的选手进入了四强 本想下一秒就退赛的艾伦 看到信息后瞬间觉得自己又行了 养神的老辈辈爱丽丝 嘴角都露出了不经意的微笑 奥米娜这边还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为了儿子的彩礼钱 她决定在咬着牙坚持个十天半个月 节目组这波操作真是绝了 毫无意外是让他们继续内耗着 信息内容看着是想祝贺他们 其实是想把他们活活饿死 荒野挑战进入决赛圈的时候 一条鱼很可能就是一百万 当别人饿到头脑发昏时 你却在隔壁吃着肥美多汁的烤鱼肉 就这一顿饱饭 能直接把对手全熬走 剩下的一百万奖金就稳如老狗了 挑战来到了第二十五天 场上还剩下四名求生大佬 上集最后说道 大家收到了进入四强的通知 这让原本差点就放弃了选手 瞬间觉得自己又行了 就连开局到现在肉味都没闻过的爱丽丝 都觉得自己这局也能拿冠军 通知选手场上剩下的人数 这是荒野独居给他们打鸡鞋的做法 节目组表面是祝贺他们 实际上是想玩死他们 钓鱼行动了一次失败的爱丽丝 这次决定到丛林里设置陷阱捕猎 并把这次狩猎成为圈套行动 但在出发前必须用锅底灰抹来个烟熏装 这样可以给自己增加战斗力 几斤几两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 一天饿酒顿的你哪来的心心夺冠拿奖金 奥米娜按照惯例来到湖边检查鱼网 距离上次吃鱼肉已经过去五天了 现在不能说 简直是为你连空气都没了 冬天来临河里水被下降 鱼网捞鱼变得更加困难起来 没办法那只能尝试着抛干钓鱼了 可没想到还真有鱼赶着咬钩 但这条鱼的求生欲实在太强了 眼看拉上岸时却又脱钩了 这把奥米娜气出了一妈痛 汤姆也想着钓条鱼回去犒劳一下自己 结果鱼都还没提上来又给它跑了 汤姆气得一边甩鱼钩 嘴里还不停地口吐芬芳 河里虽然鱼儿多的是 但非常考验钓手们的钓鱼技术 汤姆在湖边喝西北风 都快怀疑人生了 就在一个小时过后 久违的希望再次来临 可刚拉出水面鱼儿却又脱了钩 眼睁睁地看得到嘴的蛋白质溜走 直接把汤姆气得差点血都凉了 手上储备粮最多的是艾伦 但鱼肉上的脂肪让艾伦难以消化 把多出的鱼肉烟熏脱水保存 几乎所有人都在挨饿 就他吃饱了撑着在想老婆 一想到家里那香嫩多汁的妻子 艾伦觉得一百万奖金也没那么重要了 我真怕他想着想着 就把自己给想退赛了 时间来到了第26天 艾丽丝每天都在庇护所里 等着上天掉线饼 现在又饿又累还很困 此时满脑子都是沃尔玛里的秘枝烤鸡 时间转眼又来到27天 艾伦的心态慢慢开始崩溃 本想着过来体验荒野生活 没想到却把自己玩出了抑郁症 汤姆这边也失去了刚开始的热情 一只钓鱼没收获的他已经停止钓鱼 时间来到了28天 艾伦也选择摆烂躺在庇护所里 现在的他头晕目眩两眼放光 说白了就是一动都懒得动 虽然拥有了豪华庇护所 但现在他感觉状态非常糟 此时一阵退赛的冲动涌上天灵盖 艾伦决定去查看陷阱 看看能不能捣到点蛋白质来尝尝 他在树林里设置了十几个陷阱 要是有一个抓到猎物 他就选择留下来继续挑战 如果都没有收获 那他就立刻选择退出比赛 他把命运全都交给了老天爷 可老天爷压根就没打算让他夺冠 十几个陷阱检查后 就连根毛都没抓到 心灰意冷的艾伦这下彻底认命 他是过来体验生活的不是来饿的 既然上天给了指示 那么自己也没必要再继续熬下去了 他拿起手机就拨通了节目组的电话 艾伦的退出我感到非常遗憾 场上救他吃香喝辣最猛了 最被看好的选手都凹不住退赛 那剩下的酱油选手 你叫他们怎么办 场上还剩下三名躺尸选手 奥米娜按照惯例来到湖边检查鱼网 没想到这次让他抓到了一条大鱼 奥米娜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现在抓到鱼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冠军的大门 这把他兴奋的手捂足倒起来 做人就是要学会及时行恶 直接把鱼切成两块 放到锅里煎制两面金黄 看看这香气肆意肥美多汁的鱼肉 不用想又是吃到成猪屎的一天 绿四钓鱼失败的汤姆 现在也不执着到河边钓鱼了 现在正寻求另一种能代替鱼肉的蛋白质 之前设置的陷阱一个都没收获 圈套像是被处罚了 应该是猎物正脱后导致的 如果卡住头部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所有的圈套陷阱都毫无收获 汤姆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 要是钓鱼和狩猎都没有收获 那么汤姆将会因饥饿而退出比赛 爱丽丝这边饿得连走路都扯了困难 出门必须小步伐慢慢走 她从来没试过饿得那么离谱 前几日布下的陷阱已是毛都没抓到 她向树林的深处走去祈求能遇到点失误 可麻绳专挑细处断 饿运直找苦命人 没想到爱丽丝走着走着却迷入了 环顾四周看起来都一个样 饥饿让头脑变得思考迟钝起来 几经周折后 还是遇到了之前布置的陷阱 这才把她带回到了营地 难 真的太难了 出门六个班差点把人都给弄丢了 爱丽丝想想才觉得后怕 挑战来到了第28天 大姨妈还没走的奥米娜最近心情很低落 现在几乎是每天都要哭一场的节奏 人饿了只想着找吃 吃饱后就会想各种东西 挑战来到第30天 汤姆目前情绪还算稳定 除了感到很饿以外 似乎没什么大问题 她对着镜头既没弄眼 感慨着岁月试把杀猪刀 今天一早发现裤头已经靠不住了 一个月天天不是吃香果 就是喝白开水 你想不说都没天理了 就在31天的时候 奥米娜的心态彻底崩溃了 她现在的生活过得非常压抑 这就是人性的特点 一个人在野外待得太久后 人的情绪就会慢慢变得低落焦躁 奥米娜已经无法忍受这里恐怖的夜晚 那为什么之前就能忍受呢 人一旦决心出现了动摇 就会千方百计地找借口去说服自己 看来100万奖金对奥米娜来说 已经失去了诱惑 最后她掏出了手机选择了退赛 我真的服了这妹子 刚给你一条鱼吃饱了 你却跟我说想回家 有几乎完美的庇护所 还刚吃上了美味的烤鱼 眼看你就是夺冠的种子选手了 你却在这个接骨眼说要退赛 你这样的条件都活不下去的话 那隔壁快饿死的爱丽丝 岂不是白显了便宜 现在已经进入冠军之战 汤姆这次终于迎来了运气大爆发 奥米娜刚走她就拖上了一条鱼 这条大鱼必定价值一百万 因为隔壁爱丽丝饿得就快扛不住了 汤姆机满注定又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 目前爱丽丝全靠挨饿在狗活 要是她这样都能拿冠军 那么这一季才是睡梦都想不到的大反转 挑战来到了第32天 这妹子一觉睡醒感觉很不好 头脑发晕两眼冒惺惺 双脚还站不稳 此时爱丽丝已经出现了放弃的念头 要是再这样饿下去肯定得不偿失 最后爱丽丝还是掏出手机选择了退出 一个酱油选手能熬到现在 这使我感到非常惊讶 先不说她一整局吃了些什么 单凭她这份挨饿技能就值一半奖金了 早点回家也算是对自己好吧 挑战来到了第34天 汤姆突然接到了节目组的电话 她被告知成为本赛季的冠军 好家伙 黄天不负有心人 汤姆终于等来了她心中想要的结果 虽然她整局比赛都表现平平 但她这种平静的心态和坚韧的意志 这个冠军她实至名归 最后的一条鱼让她顺利的拿到了奖金 说实话我看完了都觉得不可思议 要说这条鱼价值一百万都不为过 好了本集的荒野独居到此结束 节目最后鲁斯带着女朋友出现在山头探险 这次荒野挑战让她感触很深 她表示往后还会继续挑战各种荒野求生 不知道她最后会不会后悔自己的退出 因为她是十位选手中 唯一带狩猎弓箭的选手 过程中她抓到很多松鼠 烤鱼肉简直多到吃不完 野外生活就数她过得最舒适 按理说最有把握夺冠的就是她了 可因为看到女朋友的照片 一时惊虫上脑而退赛多少都有点可惜了 爱哭的一娃退赛后的变化也很大 回去后她就辞掉了朝九晚五的工作 我都惊呆了 这妹子去饿几天回来 怎么连饭碗都不要了 24岁离婚还带四个娃该怎么生活 一娃全靠运气抓到一只野鸭子 吃完一顿肥美多汁的烤鸭后 就吵着要退赛 凭着几天荒野独居的经验 回去她就教起了儿子野外爱恶技能 毕竟工作都没了 学一下三天恶就顿还是很有必要的 艾伦回家后也带着老婆孩子体验野外生活 而且还用视频的方式记录着这一切 说白了就是在家当起了视频博主 虽然艾伦的求生能力没有鲁斯强 但也是妥妥的一个求生大佬 整个过程中她也实现了烤鱼肉自由 但很遗憾最后因耐不住寂寞而退赛 艾伦就这样和一百万十只交臂了 奥米娜其实是个富家女 这次挑战其实就是过来体验生活的 没想到还差点让她拿了冠军回去 过程中她搭建了完美的庇护所 还吃上了肥美的烤鱼肉 最终却因想念儿子而退赛 这多少都觉得有点遗憾了 艾伦是整个比赛混得最差的选手 但我没想到她居然能看艾伦混到第二名 全程不会受敛 也不会搭建庇护所 她大部分出镜的画面都是在床上躺着 汤姆就爽了 自从拿了一百万奖金后 全家都移民到了葡萄牙 手上有花不完的钞票 还有肥美多汁的老婆 按照她现在这条件 去到哪里都是钻石王老五的存在 最后本集应该版荒野独居完美散花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个精彩节目吧